VTR 接著我們來介紹一下它的車式 車式內部的一個配備和空間的表現 第一個我們就是 你只要Keylis這個感應裝置戴在身上 你就可以發動引擎 發動引擎的時候一定要踩煞車 然後先跟大家要澄清一點就是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台車的那一裝顏色 它是米色的 它是米色的內裝 目前在國內販售的鐵納 不管任何一個等級 2.0兩個等級 2.5兩個等級 3.5有一個等級 總共五個等級 沒有一個等級可以選配米內裝 都是黑內裝 總在來說目前暫時還沒有開放米內裝 因為這台是試坐車 所以當初就是我們在參加 車廠辦的一些團體測試的時候的試坐車 所以它是米內裝 不過未來我相信早晚有一天 一定會開放米內裝的一些選配 讓消費者來做選購 然後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從中共台這邊來看起 上方這邊有一個7吋的資訊幕 那這個資訊幕呢 跟上一代Tiena比起來 它的升級空間大了很多 上一代的話 如果說譬如說你要看數位電視 你要加衛星導航 還有什麼譬如說DVD Play 你還要去買什麼解壓縮卡 甚至螢幕要升級 那這一代都不用 它全部呢 雖然它也沒有附駕這些周邊 它頂多就是 我們知道在螢幕 這個7吋螢幕呢 它只有2.0最入門的車款 就是最陽春的車款 它沒有配這個螢幕之外 其他幾個等級 全部都是標配 那你只要看到這個螢幕是標配 它就連倒車CCD 都是標配 只有幾個地方要選配 第一個就是衛星導航 第二個就是數位電視的接收器 這個都是要選配的 然後下方的話這邊就是一個電台的選項 還有六片裝CD 很明顯這邊有六個按鈕 六片裝CD的一個選項 然後在下方就是雙區的恆溫空調 那這個恆溫空調的資訊呢 是透過上方這邊來做顯示 所以下面這邊並沒有任何的液晶刻度 然後後方的話這個就很明顯 它是一個自排的變速箱 而且是CVT變速箱 如果今天你買的是2.0的等級 它沒有手自排 那如果今天你買的是2.5和3.5的等級 它都有手自排 不過不管你買任何一個等級 它的變速箱的模擬都是六速 OK那接著來講方向盤的部分 方向盤前方的這個儀錶板 三環式的設計 它中間有一個旅程資訊 也可以做一些旅程電腦的顯示 那三環資訊呢 我覺得Tiena整體來說 它的內裝的 不管是黑內裝或米內裝 甚至包括它的木紋飾板 和一些小小的金屬飾板的搭配 都很成功 尤其是它內裝的佈局 和整個搭配和設計感 跟剛剛我講的車頭和車尾 非常的像 就是它沒有像上一代是平的 如果你是上一代Tiena的車主 不管是車頭車尾 或是中公台這個地方 你感覺它整個是平的 沒有什麼立體感 不過這一代呢 它整個做的很大幅度的改變之後 整個內裝呢 不要說Infinity啦 其實很多車型要 要有Tiena這樣的內裝水準 都很難 所以說其實它的內裝配色 以國產車來說 它的用料 設計感 和配備 各方面的表現呢 確實是目前 國產大型房車來說 它算是翹楚了 基本上 你如果說在Tiena上面 你還挑剔它的內裝 你大概選不到車子 除非你去買進口車 那儀錶板的設計呢 是剛剛家外講的這些 唯一一個我覺得比較需要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比較遺憾 也是比較需要加強的地方 就是儀錶板 它的儀錶板 設計上比較老氣一點 比較沒有像中控台 或是車身外觀 這麼的附現代感 它的儀錶板就是比較傳統的設計 那方向盤的造型呢 它算是三幅式 不過它下方這邊 中間有一個號槽 就是一個造型上的設計 它並沒有什麼主要的功能 左邊的話 這邊就是音響資訊 還有藍牙通訊系統的一些按鍵 右邊的話是定速裝置的開關 那定速裝置在全車系 不管你買任何一個等級的鐵納 都是標準配備 那接著還要講的就是 座椅的部分 座椅的包覆性 剛剛家瑋已經特別強調就是 它整個座椅的包覆 支撐和舒適性 它找到一個很完美的平衡點 所以你整個駕馭起來 如果你要一些動態一點的 激烈一點的操控 它有包覆性 你要高速公路一個 舒適的行駛的穩定性 它也有 那接著就是 家瑋頭上這個全景填窗 它的全景填窗開啟 只有前半段這一半部的填窗 是可以做開啟和收納 後面是固定式的 那因為我們這次試的是一個 黑色車款 深色車款 所以你看不太出來 它這個全景填窗的造型 如果今天你買的是白色 我相信也有很多人 很喜歡現在很流行 大概十年前 大家流行把引擎烤成黑的 現在越來越多人流行 把天篷就是車頂 烤成是黑色的 這樣看起來會更有運動感一點 而且更富科技感 甚至看起來會有點神秘感 尤其是如果是白色車身的話 你買一個全景填窗的車款 就算你沒有全景填窗 你去烤成黑色 感覺會讓大家覺得 你的車好像有全景填窗 那Tiena的話 它是目前國內唯一 搭載全景填窗的國產車 那它的開啟方式呢 它全部都電動的 包括它裡面這個遮陽板 也是電動的 不過它要開啟的話 就前半段這邊的玻璃 是可以做開啟和上限 後面是固定的 那全景填窗的配備呢 要在2.3頂級和3.5 一個等級 才有這樣的配備 其他的話是沒有這樣的配備 那接著來講一個就是 大家比較關心的 就是空間的表現 前座架尾 一樣調到我的駕駛座姿 其實因為Tiena的座椅非常的舒服 所以它的駕駛座姿 雖然還有一個小小的瑕疵 一個缺憾 就是方向盤 它只能做上下 不能做前後的調整 不過它還好 目前以架尾173公分來說 其實它的座椅的調整還蠻便利 加上它又有電動座椅 所以調整起來是非常的輕鬆 那後座的話 西部正好是兩個圈頭 剛剛好 不過呢 有一點就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它的頭部空間 頭部空間的表現呢 因為它要創造出一個比較好的空氣力學 甚至風阻係數 還有就是車體的流線造型 所以它後座呢 大概從B柱之後呢 它的車頂開始往下滴延 往下滴延的會造成就是 後座的頭部空間呢 會稍微有一點點局處 有一點點壓迫感 這個是鐵納在後座空間上 各方面表現都很好 甚至包括我講的座椅 它的座椅的部分呢 不會說因為只有駕駛座舒服 其它都很難做 其實沒有 它後座的乘坐的 乘坐品質也非常非常的出色